飞碟摸网飞碟早餐 我是谭生龙 来今天民国111年12月12日 很好的日子 2022民国111年12121 好那礼拜一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七点钟的时段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每个星期的 我多半都会挑一本 有点门槛的书 自己也读一点 也鼓励了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也能够跟着做一些的阅读 但今天没关系 这本书你不读我都无所谓 我今天找个老朋友 因为上回在访问他的时候 我觉得没聊完 因为故事很多了 好那在我们现场的 现在是复兴钢文教基金会的 董事长李天朵 天朵大哥 相当好 各位飞碟的听众 大家早安大家好 就是李天朵这几年的时间 已经在台湾的媒体圈子里面 已经留下一个音 就是大家在想到 国民党特务就像李天朵 就是国特长什么样子 国特就像李天朵 好因为他是从 他是政战学校毕业的 然后在国安系系统 也派驻在国外 非常长时间 有一些实务的工作 工作这些经验 好但是当 复兴钢 尤其现在的政战学校 因为我有时候会开车经过那附近 看着这个学校 我经过就想到李天朵 我也会想到政战这个学校 或者这个系统 对我们这些世代的成长当中来讲 他是有个特殊记忆的 虽然我父亲是军人 他不是政战的 可是你当过兵的 你就知道主官跟主管 就是是一个任何一个部队 指挥体系里面的双核心 那政战呢 是一个是一个思想 或者说是训练的一个 一个监控的系统 好那但是政战学校呢 在现在来讲 有很长时间 政战好像变得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一样 可是明明今天 尤其到了今天 不管是两岸 或者中美之间 这种的这种的属于政治 作战其实是很合成 就是简单讲 政治作战就是认知战 对思想 今天大家在讲什么认知战 你听不懂对不对 就就是我们讲的政治作战 认知战就是政治 就是政治作战 好那但是看着就说 政战呢 在过去的这种的 这种被打压 在整个整个民进党 尤其民进党 其实他反军的这种的 这种的特性是非常明显 因为他他认为军队 就是国民党 对军队就是蓝的 军队就不会跟我民进 军队不可能支持台独 好那因此呢 政战就越来越飘移 由于尤其在现阶段来讲 我可以感觉到民进党 对于政战系统 对军人的不信任 对政战更不信任 好那之前当这个的 政战7070年的时候呢 李天夺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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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佩服他就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找的人到哪去找的钱 总员真的 轻轻轻轻轻轻轻的呢 他他他就政战70年把政战还是搞的有模有有有有样的然后呢出了政战70年的回忆录 好上回我们我们没有没有没有聊完了来我们继继继续讲讲故事哎在在你们70年办完了之后 校友们当然老的都都很老了有的也都过去了哎你们你们最最最最年轻的一代的校校友像大概多多大都到40多起了吧像我那时候找的一个副秘书长赵鹏飞他就41起的我是19起62年毕业嗯 你看1920差20年嗯差20年等于是80几年毕业嗯那当然后面的也在陆续如何让一个校友 有会能够轮动式的大家愿意来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一接任以后就办了走过璀璨怀念经过先生的音乐会嗯而这个音乐会选在1月13号嗯下午2点嗯 大安生与世事事的日子嗯我常常在讲当然我们到慈狐到头疗去给他举个工也是应该的可是不要变成行礼如意嗯到那里去的意义在哪里哎慈狐被泼欺啊当然嗯头疗也是也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健忘的时候 嗯如何唤起百姓对经过先生那美好年代的回忆嗯所以我办这个音乐会办的才妙了哎前面那个前期学长碰到我天都啊搞什么东西啊唱歌唱什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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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这是正在的人人人人人才正在会唱歌的多了 嗯对我就所以我就用毕业六十七十年现在一期毕业七十年明年是二期毕业七十年都没剩几个的去年我们请一期请了半天来了一个那我们接受大家的质疑嗯那毕业六十年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的期别轮着期别来嗯所以到这到明年四十一期就是那个唐慧琳的父亲他们的 哦他就把他们组起来唐慧琳的过世了对对对可是他父亲他父亲还是这十一期里面唐伦顺哎那把他们组起来大家我说哎各位这种机会十年才一次你下一次以后还剩多少人谁知道啊用这样的方式大家轮起来像像明年呃下个月我也要上场啊我们其他都毕业五十年了嗯 嗯那大家都是为什么你到六十年还剩几个七十年还剩几个嗯可是用这样轮动的方式带着大家一起换用歌声嗯嗯最我们呃四届了嘛下一次办第五届嘛嗯周围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啊带着小孩来在草地上因为嗯你也知道我在欧洲回来对就想往那种自由所以那时候我们跟呃我们从上呃 呃三届四届就跟退博会合办嗯李文中说要不要动员分配啊我说不要嗯我说我们连邀请都没有发第一个不带政治嗯嗯哎那除了主办来就是了哎自己来自动自发对除了主办单位以外你是这样办的我我我我这样办呢那是没有人来怎么办哎第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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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的时候为什么你那么有把握啊第二次办的时候前一天 韩国瑜选输哦可是第二天下着雨我们还到了八成多的人我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每年一月十三号大安森林公园风雨无阻不见不散哎呃呃呃他佩服我也跟我讲说要要准备雨要我什么我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什么好准备的哪一个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嗯就是让大家很自由的进出在草地上下着雨撑拔伞你在那边听那些歌 有些是军歌 有些是我就说 唱你们自己年代的歌 然后我们复兴刚校友合唱团 领唱开始唱国歌 起先一个人 然后后来他们变成 花样慢慢出来 四五个人轮流的这样子唱 然后军乐班 邱富生也是我们军乐班的 我们军乐班 邱富生也是正战的 正战军乐班的 结果他从来没有来过 我在这边电台跟他呼吁 难怪我看到也有个特务样 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军乐班这些人 他们自己在那边爵士乐 练得很带劲 都七老八十了 可是当你有音乐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和平 所有的一切沉淀下来了 那我们在那边唱 你像七齐第一次 他们上去唱 他们说他们只有八个人 我说没有关系你们上台唱 我们后头请福建康合唱团 协助你们 头发白白 住着拐杖上去唱梅花 唱到全场大哭 不就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把大家带起来 接下来 那个社团法人法通过 我们那个校友会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复兴港有 现在不见了 你知道 不见的不是复兴港 是原来叫政工干校 后来叫做政治作战学校 现在病到国防大学的政战学院 为什么被病 我前阵子跟他们谈 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战学校 不是没有了 所以这种心情 我们好不容易买了一个校友会馆 结果差了五百万 把原来文教基金会的钱挪用了 结果 这个事情一拖十七年 然后你社团法人法 如果通过的时候 第一个 你依法论究 第二个没收 第三个追究法律责任 那如果 这个复兴港被拿去当第一个砍头的话 不是丢脸丢打了 所以我下了决心 说非要所有的复兴港人出来 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一年九个月 从刚开始 我想说 大家一人一千块 可是太慢了 后来几次的活动办完了以后 我们复兴港有三百多个将领 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一百多个人捐 我最感动的是 那个谁 我们成开我以前 我们外语学校的主任 我还不知道他 结果他一期的 另外呢 有一个顾复章 他是三期 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 结果我给他进了这个全球会训一百期 他说谢谢你们还想到我 二话不说十万块会来 立刻这样会来 我马上把他解决了 哎呀 我问你啊 因为 因为我认识你 或者认识李天堂的人 知道李天堂的个性 李天堂就是个汉子嘛 然后 很有热情 也很有 很有行动力 可是李天堂会老啊 哎对对对 李天堂 再老一点的时候 你的你的正在的校友们 还有人会像你有这么大的一个热情 把把这些正正正在的感情正在的历史传承下去吗 所以你讲到重点 我从一上任就开始找我的接班人物 一个旗一个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跟那些所谓的将军啊 包括他们其他的推荐来谈 结果没有一个感情 到最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二九七 他们是 他们是 老蒋总统四四的时候 二九七 现在二九七当道啊 空军司令 陆军司令 调查局长 国安局的副局长 都是二九七的 他们那个叫做黄埔一起 中正玉校的第一起 他愿意承担 我心想他原来在高雄校友会也干过 结果一上去以后 完了 真的我承认在这一点上 同学说是我选的 我说我是无可耐克 他又愿意 他一到哪里 他结果他完全是用下命令的方式 而且所有的事情要写上他是两个博士 可是他从来不给人家打电话 也从来不弯腰 所以从这个里面我就想到 尤其前一阵子看看老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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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常委 一个王沪宁三朝下来思想是决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胜衰的而王沪宁在做思想的时候是活的 他针对江泽民针对胡锦涛针对新闻 一直有新的对注 他有一直针对他的老板的特性 对 老板的个性 周围的环境的变化 我在什么时候看他的 我在他在复旦大学时候带辩论队去把台大打扮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 哎呦 我说还有这样一个人 他静静的时候只跟他老婆讲一句话 任何事情不准参与 嗯干干净就做完所以中国共产党一个思想有检讨有庭有注入有新的那我们复兴康是专门做思想 嗯那你讲现在的认知作战难道不是政治作战思想组织保防心理跟这个跟这些吗 嗯就是一个那你今天没有思想了就完了 我我我我进一下广告我会我会我会这样的问了当然是政战的地位很特别 那对民民进党来讲对正在学校铁定不会有好感 铁定不会有信任感 那再加再来就是说任何一个学校都一样校友会的经营啊 如果你有未来性那当然这个校友会能可以撑得起来比如说我台大毕业 那念台大的每个人都知道只要你那一期的旗别要30年的时候 学校就会来来找你了对因为学学校就知道哎你们这个旗别的这时候应该都有钱了 啊该捐钱了就是最到30年的时候你就发现学校想到你了30年以前的时候呢你们大概都才多才40来所以大概都还在飘飘荡荡的时候哎30年大概就是五五十岁这有钱了对就开始能叫你来捐钱了好那但是那个那个学校中中就你知道他不会消消消失不会被被被打压的未来性嘛然后然后学校也不错但是正在的会让我担心就说因为他的政治正政治立场 一定会被贴标签我不是正在了可是我是三名嘴巡回教官被退训了也也算半个吧好尽管刚好回头之后继续跟天罗聊好非得莫忘非得早餐我是张家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我找李天罗来聊天但是你你听我像像是在聊天了不过其实其实我是有一些我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当李天罗 那他们以一个正在校友的身份那努力的把把校友们的传承因为那个是那个是既有感情那同同时他又有一些的时代意义好但是正在整个的整个军中的变革有很长时间尤其民进党在逐渐崛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对于你想国民党才跟国民党沾的上边的他都充满敌意 那政战虽然不会直接给你贴个一个国民党附水组组织可他在他的概念里面你正在不是附水国正在是国民党的核心组组织 我想对于对民进党大概理解就是这样 好那我刚刚问的问题就第一个很多人不了解政战其实政战的学有学生啊我后来不只是李天罗而是慢慢的我认识多了之后 啊搞了半天原来很很很多我认为多多才多艺的人就是我无法想象他是正就像你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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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这些人我无法想象结果都是政战的新闻圈的一我一文圈的商场的或者在军中的当然也也也有媒体圈的都都有很多大放异彩的都是政战背景的这才让我意识到啊原来我过去对政战的理解不多 因为老师我们在念书的时代啊政战给我们感觉就是对就是就是就是你知道小胞口纠正你当当由尤其我们这种要考预官的那很多就知道你要你要当预官你必须是国民党对那所以呢他就变成是一个国民党的特有的系统是国民党在军中的系统那个味道我们念书社就知道我不是国民党的我就不可能啊我我就不可能是政政战官我没有资格考政战官我分数比 政政官科要高很多但是我不我我就只能够当步兵排长但是后来考三名的巡回教官是个意外哎他他没有限制我我就一路考考选然后第二名国防部第二名上来结果我发现政战是有用因为我后来被退训对你说过对我就是两个香兵把你押走对你就发现哎那个呢思想训练跟考核是有意义的就不小心的就就跑跑出了像像我这样一号人物就是 没有经过思想训练到部队去宣讲是乱讲一通好了这个开玩笑的不过好那那现在现在政战我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民进党掌权之后现在的政战学校他毕竟每年都还是有学生进来这些的学生毕业之后他也是政战校友啊可是我觉得时代背景的不一样他们会认同你们这些老了老校友的做法跟观念吗 他们就讲说他们是国防大学政战学员嗯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嗯因为毕竟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还是在复兴刚啊还是在复兴刚复兴刚有一半变成战车的部队在那边占据啊OK对不对嗯 像我先回答那边那边有战车部队在里面卫数的部队就在那里啊因为我每次我每次经过那边我都我也看不到里面了对对对对我先回答你前面一个问题这种叛逆的问题我们学校我的前期学长里面我我始终看两个标杆 一个叫王莫林嗯一个叫赖四雄皮特赖哦这这两个也是政战啊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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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我復旦的學長 所以我一進學校就看了 每天在那邊念英文 我們在外語學校碰到的時候 他剛從美國回來 結果我就問他 我說學長你要去哪 他說天董你看看 我到總戰部報到 那個主任說要我下部隊 他說我下部隊的話 我學英文幹什麼 結果他就當場衝他 長官你要下部隊 我跟你提皮包 我跟你去 否則你就不要這樣 結果他被送到外語學校 當教官 而他現在是 全大陸排名前三名的 普教英文名師 他就喜歡這個 那所以我要講的差別是 在我們前期有很多人 因為環境不同進來的以後 他都有自己 都容許大家的發展 就像我最近在研究他們 心爐的這一段也是 那個兩年把他們找來 唸的書比任何一個時代都多 那請的老師都是名家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這個這也是我不懂的 對 你們這些 政戰的去念軍校的 不是都是不太念書的嗎 那你如果去陸海空的 就是三軍官官校的這種 這種是作戰訓練 那你政戰學學校 如果你在高高中都沒有好好念 你進政戰會好好念 我跟你講 就有這樣的差別 進了學校以後 每個人 每個人 像我來講 我最大的痛恨就是念法文 因為我從來沒考幾個 哇 所以我想說 你們這些人是怎麼混的 就是 可是我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就跟我們班上十三個同學一樣 我發誓一定第一個到法國 為什麼 因為語言是一個工具 你像我們去 你沒有到那個環境很難學的好 對 那個根本你去念法國文學史 念法國歷史幹什麼 念的有什麼管用 我是要表達我的思想 我代表國家來 我要的是什麼東西 你們沒有給我 是為什麼 我是這樣去幹的 所以讓我們的國防大學 那個戰院的畢業的 能夠到法國去 是我弄成的 能夠把幻想機買回來 是我做成 我搭的橋啊 我就告訴他們 我說老美從來沒有斷過 你們 連我們一個戰員畢業生都不准 不准來 你們怎麼希望有武器賣給我們 可是後來就沒有人去經營這個關係 就飛機 反正當成買賣的時候 沒有沒有這個事情 買賣過了錢付了 環境變了都變 所以 整個一個政戰來講 是一種經營 當你不了解它的時候 你把它當成敵人的時候 就錯了 你現在的認知作戰 他們 還有那個傳播學院 他們幾個學弟我都碰到過 那腦筋反應各方面非常好啊 可是這個回過頭來講 一個國家 國家當你沒有思想的時候 你怎麼去凝聚 怎麼去認知作戰的 就變成1450了 就變成這些大遊擊啊 他們高興怎麼搞怎麼 剛好也有人會弄這一塊 所以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沒有了根本 我剛 我剛 我要跟所有的 現在在聽節目的 就是政戰的校友 校友長官們 我要跟你們說 我剛問那個問題 沒有不敬的味道 就純粹就是 我們在念書的時代 你要念哪個學校 你都要考啊 那時候大學都聯考啊 考不上的才會去考軍校啊 大部分不都是這樣嗎 錯 沒有錢的念軍校 我也是 我也是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家裡面很窮 我也想要去念念軍 好吧 那就是那種 那種又念念 考不上文學校 或者也念不起 那覺得軍中有保障嘛 有米糧啊 有佩吉啊 20年 終生縫啊 對啊 所以我現在最好的一個學長 叫張岳雄 恆春屏東鄉下來的 你知道我的話就說 但是所以這跟我之後啊 我無意間知道 在台灣有這麼多的頂尖人物 各行各業 竟然都是政戰畢業的 這讓我再一次的 就是說得到鼓舞 就是說所有的爸爸媽媽們 就是你的孩子 記得高中書念的不好 你不要放棄他 他可能是李天鐸啊 對不對 他可能是邱邱復生啊 他可能是張作景啊 有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念書念的好不是全部耶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父母就是說 那全科 不是就是念書 他認為除了念書你還是什麼 結果我們家三個人第一次來講 我就我就我進去就像 老二老二念東吳 東吳那個鄉樹第一屆的 老三 啊 蘇澳水產 結果最會賺錢的老三 嗯 老三 老三 做木木材 嗯 做了將近三十年 嗯 一筆單都沒有輸過包括海上的稅 匯率 嗯 他比誰都會算 為什麼 嗯 念書念的後都念死了 思想凝固了 就像我現在講很多退伍軍人下來的時候 腦筋打鐵為什麼他不知道如何面對社會他除了會值得下命令以外恆的跟你的小孩講 恆的跟你的老婆說一句我愛你嗯 他都羞於啟齒嗯 那更不要講的啊那有些人講我下來就要環遊世界我要留長頭髮我要起重機你一天到我再起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好的沒有我我我只是我我只是就是把李天躲找來或者大家認識李天躲的時候在李天躲身上就看到那種的那種的漢子的感覺之外啊就我讓 透過李天躲你可以多了解一下軍人 好那我我進來廣告回來回來之後我們我們談另外一件一件一件事 嗯 因為你在你在你在國安局待的待國而且很長時間在國安局 你對現在的國安局局局長的時候我想聽聽看你一件來進廣告回頭繼續跟李天躲聊 阿菲的莫阿菲的早餐我是Dano來我我我我繼續請到李天躲我我覺得李天躲來了這問題就就應該要聊一聊 就是國安局因為你在國安局待待非常久的時間其實你的你的你的軍人生涯幾乎都在國安局 關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階段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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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因為你你那時候也以國安局的身份註案在在在海外那從事很多的工作包括兩岸的這些的諜報那都都都我都是聽李的李天躲講 好但是現在的國安局陳明通他現在是熱熱點的人物了嗯呃我忘了我之前有沒有問過你 就是說從他從他七月份的突然間呢去泰國去泰國當時我們並並不知道而是後來哎曝曝光了幾張照片曝光了幾張照片 而且是顯然有人刻意的從推特上面把丟的丟出來那因為因為我我我會我會去看那些推特中哎怎麼會有這這幾張照片 而且那張照片很明顯的那不是這自己人拍的那個呢顯然是檔案照對或者說呢在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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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關出關 而且他一路上面都有包括你飯店住住房的房間的名單所以他不是單純的一個系統 他不是在機場某一個人偷拍了出來因為那個人還有你飯店的住房你跟你去的有哪些人誰誰誰誰住幾號房換了哪一個飯店都在里面 一路上面就被他跟跟著這個從你們群政人角度來講怎麼看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泰國是以前我們非常好的一個合作伙伴嗯那照理說你到泰國去都應該由他們的起貿單位直接的門就接走嗯 那這些這個狀況而且後來我看了他還有包括海外出的出場在沒錯那怎麼會容許這種狀況發生呢嗯好第一個第二個 那你是不是已經在系統上出了問題你除了你的你的對口合作單位以外又出了一個什麼局嗯然後還去了這個管管這個管這個整個通訊嗯管這個網路的這個這個主管 然後第三個通常我我講直白一點好了這些沒有當過關的那麼上去做了以後 除了官微要要選以外藉著機會到處玩車玩嗯你完全沒有想到你的你去的任務那這個任務出了這樣問題是有沒有停下來 因為他們不懂得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下面的人只要長官高興那順著他的意思去做的時候出那麼多那麼大的疲漏嗯你你系統出問題 而且系統出問題都是出在人的身上那人的身上按照國安局的習慣那老闆出問題嗯嗯那老闆出問題為什麼會出這個問題第一個他有主控嗯他認為他的這個關係啊我就我就記得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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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長官跟我講說他去看他看他的時候問他說哎你現在怎麼樣他說我我我只要每天把我們整個的這個 回報報看完以後到府裡面跟我們蔡小姐談一談就好了我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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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官跟我講哇塞現在的局長還真好幹嗯因為 在在官局以前來講每一個長官把所有的事情當成事是很謹慎很仔細的要向總統去報告報告之外你要負責任的嗯那你這個情質研判到底對不對你懂不懂嗯那不是你今天去跟老闆在那邊的哈啦哈啦講的講他開心就好了而是大陸發生這樣的問題嗯嗯我們有沒有做 好的好的研判那飛機已經飛到這麼近了我們還有什麼辦法而不是說所有的東西聽老美的嗯這是我覺得最悲哀的我們從汪金許時代就在研究如何去發展歐洲的關係嗯不要讓美被美國牽著走用歐洲這些國家他們獨立的各自獨立的這個來 白人是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啊嗯可是我們今天把所有的所有的東西變成聽美國的哎都懶得講了因為李天堡在海外註點非常久 那我也我也我也聽天堡大哥講過一些就是海外註點其實其實其實是你的對手大概也知道李天堡是誰對可是你總不至於連你的工作連你連的細節形成都被他 他掌握吧就是我我我知道你是臺灣派來的對其實大家只要在一個註點上面來來講就像泰國曼谷是個情報屋誰不知道呢對就是全世界包括西方國家到到亞洲最重要的一個一個一個曼谷一個香港香港那香港現在不不能進去了那那曼谷還是很重要曼谷是個情報屋大家都知道那我也我也會聽說在這曼谷只要你來了啊反正大家都都都都知道你臺灣來好這沒有問題 可是陳明通他在當國安局長任內他出國過多少次我不曉得可是泰國這一次會讓我覺得很緊張就是你顯然你的整個的行程人家就是在警告你就是我連你中文的名字你的跟你來的人誰住在哪個房間你換飯店我都知道那就很可怕了那就是表示你的身邊有問題啊 那陳明通當然那個時候出門事後我們做時間比對就是就是林之間的論論我們剛爆發了之後大家天天在點名他的時候他大概就那幾天就就去散一散去散散心好有幾天沒有出門好比對出來了可是之後曝光的這些的照片對於安全工作來講就是很大的警告非從絕無僅有從來沒有過我在安全去那麼久最嚴重的一次是我們 我們剛剛去的時候有個副局長也是新上任的外訪外訪的時候結果居然一個手提箱在機場他因為放下來他就是被人家拎走了我們全部所有外組的密碼全改只有我聽過最糗的是這樣的事情而沒有說你今天所有的人所有的行程都完了那好到底我們跟泰國合作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沒有沒有任何一個交代就就跟這個路門一樣難道要封存三十年嗎那可見的就是我我沒有講這個不去比較君子文子而是你懂不懂始終沒有一個你說他幹過陸委會主委他海棲會他就可以他跑過大陸就可以當這個我們 單位不會有問題而是你放的人有問題從求國鎮去任何人出任何事情立刻寄過車子查辦弄成大家的好那以你的經驗那幾張照片會是從哪個系統出來的兩個一個是他們的系統被人家買通了然後買了以後給他們另外一個勞工或者他就是 我告訴你泰國現在不是你的地盤你連這種事情那為什麼會放到YouTube上去呢為什麼要要去公開而且在在而且現在人家都聰明了不是一次給你灑開來你講一句我再丟一個對講一句我再丟一個沒有錯那你要不要奠定到底 我在外頭做工作做那麼久其實我們也都沒有經驗那最沒有經驗的沒有經驗的狀況下你要去突破那所以你每走一步 有一個異常的狀況你都要停下來想想清楚再往前再往前要做的是讓人家想像不到的可是我常講情報其實是最有創意的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你所有的事情只能做一次 對啦聽起來就大大看007電影看多了之後總是覺得情報還蠻還蠻過癮的雖然李正宗跟我說沒有你想的這麼的這麼的happy好 但是因為因為陳明中這件這件事情呃台灣的國安局看了那幾張照照片基本上是不反應的就是就是希望這件事情趕快過他不知道怎麼反應對那我猜想就兩個人就第一個就根本 搞不清楚這件事情怎麼會會發生第二個就是說不反應是說可能還有很多的材料是還沒有丟出來的就是我難道只拍到這些嗎我難道因為你們還包括了這些的文書的資料我說你住住住飯店的那個名單那個就不是偷拍的問題啊那個是怎麼怎麼出來的那後面還有沒有其他或者他們更不想讓人家知道的但是擔心被人家把握的這些呢當然都是懷疑的好因為你在國安局待了這麼久 你也你也經歷過這麼多的長官陳明中當然最近大家在盯他的論文們覺得怎麼會會是這個樣子你覺得你覺得這個局局長如果你是國安局或者你覺得這國安局長現在該如何自處他第一個他他當然不希望下台因為小燕剩下的時間一年多一年多對啊 最主要還是在蔡英文而不是他自處的問題他們在想換了他誰來接誰來接誰能夠怎麼控到底因為畢竟這個所以我就講嘛三個禮拜兩個禮拜前那個那個那個秋豆他們找我找我講一個題目就是他們希望了解國安問題我說那你們下題目啊 結果他就下了國安的國安為什麼讓我們不安嗯 那事實上國家這個龐大的機器 你沒有啟動這一 我在去年九月三號培容朱尼倫桃桂 Kollegin稍咇一圈以後發現 這些人這些不是他們都沒有搞清楚 你今天这个国家机器怎么去操作 包括你没有接触过的 那民进党之所以能够操作的顺风顺水 是因为之前邱一仁在的时候 他把国安会做得很好 我凭良一讲站在同堂里面 他让国安会充分发挥了作用 而只是没有想到后来 他们任命一个局长去又搞坏掉了 但是国家机器的启动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我那时候给他给他们的结论是 在国家机器的面前所有的民主都是假象 包括美国 好那现在的国安局还有海外部件的能力吗 海外的工作是一直在做 那其实我们 海外运用海外的工作迂回的去做大陆 那是没有停过的 那只不过人员的素质怎么样是一回事情 因为你调不到好的人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我们以前最妙的是 被我们骂得要死 那个萧台福在里面 他把你每个报回来的东西换算成点数 那变成有很多人到外头就捡报纸 每次叫主员一天到晚翻译 送一辙帅一辙 我说那搞什么东西啊 所以宋新年在的时候他就问有一次问我 他说阿根廷主怎么样 我说阿根廷主报的东西不多 但是他有他的重要性 他在重要的关键出来的报告一个报告就抵上你三十个平常的简报了 问题在这里啊都出自于出于人 现在好像很难再遇到那种你觉得把整个情治系统交给他会让你很放心的人 对因为他们民进党在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状况下就用切割割割割割不断的切把你们切割割割完了以后后来发觉不对又重组 重组起来以后就变得死不像 好在我们在我们现在现场的是李天朵 当然没事我就我就喜欢跟他聊聊天哈拉一下 就是就是跟跟我的前辈们聊聊天了是我的是我的成长的方式 有有尤其有很多领域的是事情的是你不在里面你就你就是不会不会不会懂的 就是因为那是一个组织文化的一点点那个mega的那个 对那就是组织文化的问题那你没有在那系统里面你你是无法去捕捉到这些东西的 好当然的天呃天头大大哥他现在是呢复兴刚文教基金会 你可以说就是政战校友会 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 那之前呢因为因为他们办这个政战70年回顾和前瞻 也让我感觉到虽然我只是一个三民主义巡回教教教官 但是跟政战总还是沾得上一点边 我总是在在政战总总队呢受过受过训的 所以看到了这个政战风雨露的时候呢心有所感 觉得他们这些世代的人曾经很努力的 然后同时甚至要带着一点委屈的 为国家工作了非常久 可是在现在的这种的政治环环境里面 他们被被好像就好像就是尽量的就扫到 扫到历史的角落里面 连政战学学校都慢慢的在在消失 好这些呢其实都是很不幸的事情 那政战就像刚刚你看到的李天多也好 或者我们刚刚讲到一些人 其实还有更多跟个更多人 他们真的是多才多多艺 在台湾社会呢培养了非常多的人才 如果你认真问他们竟然都是征战学校的 今天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现场陪我聊天的李天多 谢谢我们接着一个1月13号 欢迎大家到大安生林公园来听歌 第二个我们准备出第二本 把影剧美术新闻艺术这个横向面的这个再出一本 就了结我们的任务了 以后怎么样天知道谁管 对了当然到大部分人可能在我们这世代来讲的 讲到政战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女青年过后工作大 大对 那个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很 他们每一次都出来表演而且表演非常好 对这个很很漂亮的记忆 可是这些记忆是其实是台湾史上非常重要的记忆 但是因为现阶段的政治不正确 他们好像就被忽略了 太可惜了 感谢听多来进广告回读新闻